MISS CHOI CHOI 各位年輕朋友,你好 我叫Virginia Choi 有些人叫我MISS CHOI CHOI 我是一個資深的HR重業員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面試的必殺技,好嗎 入門口,你要觀察周圍的人 你可能去其他面試,沒有人針水給你喝 但這間公司,有一個姐姐針水給你喝 所以你再強調這一點,你的觀察力 其實我覺得這間公司很有人情味 我來面試也有一杯水喝 首先,你也要知道對方聯絡的人 你出盡辦法,打電話或WhatsApp 告訴別人,不好意思,我剛剛來的 車子正在塞車,或是交通意外 未到之前,你要通知對方 遲到了,你跟對方說 不好意思,我都未來過這個地區 我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坐在隔壁那座大廈 令到我遲了一點 你跟對方說對不起 這是一個基本的禮貌 一定有缺點 不過你不要說脫點 你用優化的地方 就不是遮掩 而是說你真是很有誠意去改善自己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你想改善,別人會給你機會 其實你去建工 就是想別人給你一個機會 你在公司做事 這個很重要 跟他說話的時候 經常看著,又看著 又看著,又看著 周身硬 好像很舒服 很多時候他不遺疑的小動作 其實被人覺得硬身硬小 究竟是否很誠意 或者有些人吃香口膠 自己口水很多,很緊張 或者覺得吃香口膠 口腔比較清新 一邊跟你聊天 一邊咬著香口膠 好像很不尊重那個面試 人力資源的朋友 或者那個部門主管 看到這些人 他很害怕請來 周身硬 令到他很不安 很不舒服 這兩個都是很常見的 有時候有些機構是這樣的 尤其是中資機構 最有決定性的那個 最低調 就是坐在一邊 是不說話的 你別以為當他是 Cale Fair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決策者 所以每一個人 來見你的人 其實每一關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這個重要性 包括在聚會 那兩位姐姐 是接待你 你都要對有禮貌 千萬不要玩失蹤 就是給別人一個很差的印象 我覺得 我講一個不好的例子 就有一個H&O界的朋友 就打電話給那個 求職社見公 你是不是正在來 正在來 終於晚上等到他9點 他還未出現 這個正在來的意思 就是他不出現 令到別人就真的火爆了 為什麼 沒有所謂 我有一份工 我都不會去見公 我都不會做這份工 但是世界很小 你那間學校 被別人已經 入了黑名單 這間學校的學生 經常脫底 或者他下一份工 你又撞到別人 你不知道